Hello大家好我是 之前呢有很多姐妹说 我长得有点像乔本环奈 所以今天呢 大家看这个熟悉的衣服 又是熟悉的配方 我们今天又要来做一个半年 才上一期的仿妆教程 今天呢 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乔本环奈演的 早穿金子的仿妆 我们先来 带个美童 我能找到的我家最像 看那江同色的美童了 不知道大家一到夏天 有没有一种 感觉自己快要融化的感觉 特别是像我这种 需要常年外出拍摄的 奔包奔奔奔奔劳累的人 拍摄呢不但要带厚重的假发 衣服基本上都是 包的特别颜色的那种 就会超级容易出汗 然后我一出汗呢 底妆就特别容易花掉 前段时间呢 我发现了一个新大度 就是这个 呃 这个 这款是兰蔻的 超持妆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呢 就是特别适合 夏天使用的一款 我以前呢 也有尝试过各种质地的 各种牌子的粉底液 一般太轻薄的 夏天就特别容易的 脱妆蹭眉 特别持妆的粉底液呢 就会非常容易的 焖痘还会假面 但是这次的这款 就不一样了 它是非常清爽 非常补负担的一款粉底液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款来上底妆 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非常的强 质地也非常轻盈 上脸不会有负担感 又会习惯性的在底妆里面 加一滴精油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 自己一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因为我本人有刘海嘛 然后夏天想要 拍摄的时候更持妆一点 有时候会去选一些 始妆效果比较好的粉底液 但是那样的粉底液 会导致我的额头 特别特别的容易闷走 果然夏天的话 还是适合使用 这种比较轻薄的粉底液 每时候你的脖子 跟脸绝对不能有色差 所以我们也要 用个脖子射一下 完了我挤了两蹦之后 我上完脸和脖子 还剩那么多 你要来点吗 然后上完粉底之后 它这个效果又是这样的 电气热的时候使用的话 虽然它是非常轻薄 非常薄的一层粉底 但是它的齿妆效果 真的非常的好 我前两天去CP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个粉底液 清测它的齿妆效果 的确非常的不错 妆效的话 就是这种自然的 半哑光的效果 再也不会有夏天 戴面具的感觉了 而且我作为一个干皮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粉底液 就是要出门之后 稍稍的出一层薄汗 它的妆效是最好的 作为一个美少女呢 我们是不可以容忍脸上 有黑眼圈的存在 所以我们需要来遮瑕 我这个看起来像几百年 没有睡觉的黑眼圈 每次到的遮瑕 我就会开始脑壳疼 然后我要非常轻 非常轻地给自己 撒一层散粉 因为这个粉底本来上完妆 就是有一点半哑光质地的 如果从那边扫多了的话 像我这种干皮 可能会有点太干了 然后我们来修个泳 我们把眼窝修得深一点 感觉看到这个下垂 没有特别突出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扫一点 虽然脸型跟人家差不多 但是色味的还是要修一下 其实日系的眉毛 它们就是会 看起来比较野生一点 所谓野生 就是杂断 也不是杂断 就是边缘线 不是特别清晰的那种感觉 先用眉笔勾个型 我们简单地把后半段 我不曾拥有的眉毛勾出来 然后我们大致地勾到完形状之后 用眉粉去填充一下 我们这个眉毛有空隙的地方哦 然后我们可以再用棉签 去把这个眉毛的边缘 擦得再柔和一点 找到日系的感觉 我找不到 我就是个垃圾 我根本不会化妆 然后我们来上非常重要的眼影的部分 眼影就是灵魂 我总觉得它的眼影是蓝色的 所以我刚好有一个跟它这个蓝色 超到地下的蓝色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用到这个蓝色 所以我先给眼皮打一比哦 我们要选用这个蓝色哦 我们来 铺在眼皮上面 其实我在画这个仿妆的时候 我非常没有把握 所以我看了很多 别人的仿妆教程 然后我们选一个棕色 棕色 去预染一下 就从双眼皮肩这个位置 开始预染 加深一下颜色 我们再取一把比较扁一点的刹子 再用刚才那个棕色 预染一下下颜角 然后我们要再用这个白一点颜色 需要提亮啊 提亮也不错 笑起来紧下你的 卧槽 先提亮一下 现在我的卧槽就好了 很想要用这个 眉笔 就给这个画廊的卧槽 我的卧槽好像眼带哦 然后我们需要用这个黑色的眼线胶笔 去填充一下我们这个睫毛根部啊 看来讲完这个眼线就是非常的短 就没有拉深的感觉 下颜现在下颜色就非常地轻 差不多这个眼线擦一下 因为这个黑色的眼线胶底层 但这太黑了 讲完就是这样 会不会还挺像的 然后我们趁其不备把另一只眼睛也画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睫毛 在日本 睫毛是一个非常灵性的存在 啊讲个眼皮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中睫毛 假睫毛太痛苦了 我们现在拥有一个 非常优秀的睫毛 赶紧把睫毛给我涂上 不然它要塌掉了 真的我立刻就想去中睫毛 诶 录完这个视频就去中 眼睛显得特别的灵动 下颜色能不能中啊 能啊 只要你戴 然后我们的眼妆部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打一下腮红 然后我们要来注入灵魂了 浅浅的 简单的 刷一点点高光 最后我们要来涂一下口红 看脑像这个剧里面的口红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它的口红是一个水红色 光面的口红 我的唇型跟看脑像的唇型不太一样 看脑像的唇型就是 但是这边会更保暖一点 所以我要涂出去一点 最后我们来戴上假发 出发了 好啦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妆容最终的效果了 兰克的这款粉底液是真的好适合夏天使用啊 大家看这个就整体的妆感真的非常的nice 由于本人跟美少女还是非常的有差距的 所以已经是非常的尽量去模仿这个剧里面的妆容效果了 虽然这个视频我在掐饭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会给我点赞三连的吧 如果你不给我点赞三连呢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也不会冲过来揍你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